明朝年间 江南有位力虎叫孙乾 来看一看了啊 新鲜的野味 一日 观世音菩萨云游至此 开慧眼 观众生看到了孙乾 此人前世积德行善 今生佛法善缘成熟 奈何将有大难 带我前去接引他 往生极乐 这日 孙乾正在呼呼大睡 贪钱来了一位老人 小兄弟 请问这些猎物是你的吗 是啊 怎么了 你灾祸将至 还请多加小心 我现在好好的 哪里会有什么灾祸 别骗我了 多有得罪 老朽失礼了 老人说完拿起筐子就跑 孙乾大惊赶紧起身追去 站住 你这人怎么抢我东西啊 你给我站住 才追了几步 只听身后欢呼一声 刚才自己身后的打树突然倒了 再看刚才拿他东西的老人 正看着自己 微微一笑 年轻人 世间万物 皆有因果 这灾祸 就在眼前 你现在 可以相信老朽了 原来是恩人救了我一命 孙乾感激不尽 没什么能给恩人的 就将这些野味赠予恩人吧 不必多礼 老朽从不识野味 那请恩人告知明慧 日后定当报答 举手之劳 谈何报答 老人说完 放下孙乾的货物 随后离去了 半个月后 孙乾去南山树林打野味 忽然看见一面一只大亨雄 朝他指定过来 救命 救命啊 孙乾话音刚落 就被黑熊一掌拍出了好几米 他躺在地上 胸口一阵剧痛 随即就晕得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孙乾睁开眼 黑熊早已不见 却看见半月前 救过自己的恩人 恩人 我这是死了吗 还没到见佛祖的时候 你还活在人世间呢 恩人 还不知您的姓名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老朽名讳不重要 一切皆因你前世 结下善缘 所以今生有此善报 半月之间 救我两次姓名 恩人犹如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在世 诗人当以慈悲为怀 高能减轻苦难 你半生打猎 遭下不少杀念 好在本性良善 须多加修行 你站起来吧 以后莫再杀生 恩人放心 我孙前再次启示 从此不再做猎户 不再打猎杀生 定到以慈悲为怀 波节善缘 你既一看透 时候就到了 你现在了无牵挂 正好是修行时机呀 说吧 知见恩人竟腾空而起 显化为身披佛光的观世音菩萨 周围百姓见观世音菩萨显化 纷纷跪地参拜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人在这六道轮回中 生生死死 死而复来 为人 为鬼 为畜生 还是上天做菩萨 全凭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 你的时机已到 我这就接引你往生极乐 多谢观世音菩萨 知见一道金光 从菩萨手中散出 孙前与菩萨皆消失不见 此后 孙前被菩萨接引的故事 往为流传 人们纷纷积德行善 解杀放生 从此以后 将那一代修习佛法的风气盛行 寺庙香火鼎盛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六十观音